从基于这个捧场他就愿意说我去教会 然后上过几次教会以后呢 他又答应受洗 其实那时候他对这个受洗的真理并不是很了解 以为说受洗可以换来和其他基督徒那样子的喜乐 他想那么洗一下大概也是蛮好的 后来呢 房子浇屋了 他也已经受洗了 他就再也没有去教会了 因为房子卖了嘛 也不再需要去捧场了 所以礼拜天呢 说我要带客人看房子 就用这个理由就不再去教会了 就这样子过了半年 他都没有去教会 可是在这期间呢 他就碰到了一些问题 那他做事情的方式呢 就被他的公司的同事说 你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基督徒耶 结果这句话就提醒了他 于是呢 他就进到教会里面 他去寻求上帝的帮忙 他就开始正常的每个主日的时候去参加主日崇拜 他参加小组的聚会 也上了教会的主日学 学习圣经 也学习开口 跟上帝祷告 然后还上了受洗班 那时候他才真正了解 受洗的意义是什么 他虽然是洗得非常的迷糊 但是我们看见 主在他的身上 有恩典 继续的带领他走上这个蒙府的道路 我们今天一些要受洗的人 据我所知 他们也是有一些特别的遭遇 譬如说我们的郭弟兄还有郑姐妹 也许你们不知道她是谁 他们在机场的那个电斧梯上面摔了一跤 结果他们就决定要受洗了 还有我们谢华的妈妈 谢伯母 他本来来的时候 他都不打算信主的 他来的时候 要他受洗的话是更是难的 可是想不到他今天 他在这里 他愿意受洗 非常的奇妙 还有我们今天有一位 叫做颜东寿弟兄的 他是久不受洗 这是我从一来 就有人说他可以受洗了 可是他就是不受洗 所以问了太多次 我这一次我都已经忘记要问他了 感谢主 这侯伯伯侯妈妈有爱心 有一天在百家 一个商店看到他 就提醒他 所以提醒我们这位百家商行肉铺的大总管 说是不是可以受洗了 他受到感动 他愿意受洗 那还有一位姊妹 刘依 他今天也要受洗 我想他 他为什么受洗 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很清楚 他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 就是受洗 就是有受洗的聚会 就是有人受洗 那受洗的人 甚至他的朋友 他第一次来 他也不晓得要坐哪里 所以他就坐在第一排 我不晓得是不是那个影响太大了 所以第二 当再有一次要受洗的机会 他就把握住机会了 好 我们一起来读 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 第28章19节 好 我们翻到了 或者是我们看的荧幕 我们同声来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接着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3章 11到第17节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携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薄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窗里 把康用不灭的火灭击射进了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 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敬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 书受洗了 天机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灵 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罗马书六章四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很多人对受洗 其实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是希望越快越好 我们看到在死徒行传第八章那边 埃提阿伯的太监 那个时候 菲利向这个人来传讲神的话 因为他看见 他坐在马车上面 然后还正在读圣经 然后神的灵呢 就对菲利说 你去靠近那个人 然后在死徒行传的第八章三十五节 那边就讲到说 菲利就开口 从这经上起 向他传讲耶稣 很可能他就信了主 然后当他们一面讲 一面走的时候 这个人他看到有水的地方 那个太监呢 他就说 他就说 看啊 这里有水 我受洗 有什么妨害呢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 他主动说 说我要受洗 我要受洗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有古军说 菲利说 你若是怎么样 一心相信就可以 然后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呢 他们就吩咐车站住 然后菲利和太监二人 就到下到水里面去 菲利就给他施洗了 所以从这件事 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施洗之前 太监他先要 接受耶稣为他 个人的救主之后呢 他要知道 神是爱他的神 他赐下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他受鞭伤 在十字架上 为他受刑罚 使他得到平安 使他的身心灵 都得到医治 因为你知道 在犹太教里面的话 你是太贱 你是不能够进圣殿的 你不能够 去亲近神的 你不可以到 你也不能够侍奉神 但是现在他因着 相信耶稣基督 他成为神的儿女 他可以和神 非常的亲近 另外一个地方呢 是在 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那边保罗和希拉 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那时候监狱 发生了地震 结果那个狱族 吓得半死 就把他们找来说 先生 我们要怎么样做 才可以得救呢 结果他就回答 保罗和希拉就回答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 都必得救 然后我们看到 当夜 当他向他们传福音之后 当夜 他和他属于乎他的人 就是说 那个狱族 还有他家里面的人 都受了喜 都受了喜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两个例子里面 就是说 一个相信 是在 相信得救 是在前面 那受喜呢 是在后面 相信之后 你可以立刻的受喜 不必再多等了 那对于这次 有一些人 他很想受喜 可是他没有 洗成的人 我要在这里 说一声抱歉 其实他们的要求 是非常合理的 是合乎圣经的 但是我是个人认为 如果他们可以 等到上完 受喜班之后 再来受喜 我觉得是更理想的 所以在上面这些 我们就看到他们 是希望说 越快受喜越好 但是呢 有些人就迟迟 不肯受喜 那在这里 我要告诉他们 一件事情 受喜是神的命令 因为主耶稣 他很明白地 吩咐我们 在马太福音 28章19节那边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 知喜 那彼得也说了 是其实对三千个悔改的人 说的 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喜 所以从这些经文 我们看见 主耶稣 就在那边命令说 凡是信主的人 都要受喜 一个人为了一些原因 他不受喜 我是在这里 希望他因为听到说 原来受喜是神的命令 就改变心意 愿意看中神 清楚的命令 过于一切 然后赶快地受喜 那受喜呢 其实就是在众人的面前 做见证 让人看到 你信了耶稣 还有呢 让灵界的天使 撒旦 也都看见 让他们看见 你是属神的 你是一个 顺服神命令的人 你是完全 伪生于他的 那许多的地方 譬如说在有一些 回教的国家 我们知道 我们认为说是 你的受喜呢 你是可以隐蔽一点 可以不要让那么多人知道 一面惹上杀身之祸 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 这个洗礼 就和婚礼一样 都是公开的 要在众人面前宣告 人数多或者少 都没有关系 但是在洗礼 我们是希望至少 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洗礼是主耶稣的命令 不是说可以做 又可以不做 都没有关系 我们要透过受喜 我们就是公开宣告说 我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我相信他受死 埋葬 从死里复活 并且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他 当我们受喜的时候 不管我们那个时候的感觉 的如何 可是很重要的是说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受喜的时候 神为我们刻下 许许多多 丰盛生命的记号 那记号呢 也可以说是印记 就是你盖印 把印盖下去了 就是给你一个保证 就是借着洗礼 上帝向受喜的人提出保证说 你已经有所改变了 然后你会有更多更多的改变 所以呢 洗礼 我们说 洗礼是一个蒙爱的 一个记号 那人的婚礼呢 是一个相爱的记号 因为彼此之间有强烈的爱 所以他们愿意彼此的尾身 才有婚礼 那洗礼呢 是向世人表示说 我已经是蒙上帝所爱 蒙上帝所光照 我得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呢 我愿意接受祂的爱 我愿意照祂所做的去做 我愿意更加的爱神 那洗礼不但是蒙恩的记号 也是一个悔改的记号 悔改呢 就是静靠耶稣 承认自己是自私的 是虚伪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非常的热心 然后我们拼命地说 来啊来教会 然后我们告诉他什么呢 他说你们来我们教会 很好玩哦 你可以认识很多朋友们 那当然我们说这样讲 或者是说我们只这样讲的话 其实是不合乎圣经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来教会 你就是要来回转 归向神 你要来回改 当然我知道 很少人会对新来的朋友说 哎 你要回改 不晓得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我在对你说 你要回改 谁会这样子讲呢 也许会被人家打 那我们就是很怕说 哎呀 会去冒犯别人 但是好像就好像这个病人 他到医院里面来 然后医生说 哎呦 你有什么病 然后你到我这里来 我可以把你医好 那个病人会打那个医生吗 我相信是不会的 因为他找到了 他毛病的所在 他谢谢他都来不及了 那么人的罪恶 比一般的病 还要严重得多 如果我们真的爱那些至上的人 我们真的希望人到教会来 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你是一个罪人 你不悔载 是不行的 那耶稣出来传道之前 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在路加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说 他宣讲的洗礼是什么 是悔改的洗礼 是罪得赦 我相信我们当中 没有人相信说 经过洗礼 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 但是圣经上面 其实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包括在保罗 使徒保罗 他在受洗之前 人就对他说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 起来求告他的名 受洗 洗去 洗去你的罪 就是保罗的罪 那还有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彼得在那边对这些人说 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您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在这边当你受洗的时候 不但你的罪得到赦免 你还会得到圣灵 当然我们应该非常清楚 就是洗掉我们的罪的 是耶稣的保血 我们的罪 蒙赦免 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保血 能够洁净我们 但是呢 今天我们这样子 洗礼的这样子一个 遗致 是很具体的表达说 受洗能够使罪得到赦免 这个观念 当然 这个是表示说 我们受洗 表示说我们悔改 在悔改 还有更深的意思 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三章 第八节那边告诉 我们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所以呢 悔改也要结出果子来 悔改所表达的记号 就是说 要结出更好的果子来 所以只要你真心的 你是真心的相信神 你有一颗属主的心 也许你很多东西 好像很多知识 你还不知道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些 那两个例子 他们也许懂得不太多 但是 他们愿意相信 所以即使你信心不够 你仍然会结出果子来 并且我也大家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 假如你不结果子的话 你是会被砍掉的 好 当我们 这个受洗的时候呢 一定有一样东西 就是水 那没有水 就不能受洗了 不能干洗 一定要有水 那在旧约里面 我们也看到 大树树的时候呢 就是用水来洁净东西 所以呢 意思是说 一个人原来是肮脏污秽的 但是呢 经过水洗了以后呢 他就变成一个干净的人 任何的不干净 都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 还有呢 在旧约里面也有讲 是用火来洁净 那火不是用来洗东西的 因为一洗就 不是用洗的 而是用 把它炼 把它炼干净 好像我们说炼金 炼银一样 其实 他意思就是 摇摇摇摇的 指向 耶稣的基督的宝血 能够洗尽 我们的罪 还有 我们可以靠着圣灵 来 洁净我们 来炼净我们 那耶稣呢 要用圣灵 和火 为人施起 就是要烧掉我们 生命里面的 康脾 还有扎脂 来净化我们 让我们 不必把我们的精力 放在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所以 让我们能够 更加的清醒 更加的有力量 圣灵 还要赐下那个能力 还有生命力 让我们能够去承担 神给我们的托付 来活出神的美好 那洗礼还有什么意义呢 洗礼还有的含义 可以说是要做门徒 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所以在这句话里面 这个更重要的是 做门徒 做门徒 施洗比起来是次要的 因此 如果我们今天说 我要受洗的话 我们是要想清楚的 不要糊里糊涂的受洗 受洗就是要成为主的门徒 主的门徒就是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主当主 在每一件事上 都相信主 都顺服主 一个做门徒 我认为最美的地方就是 我是主的人 主也是我的人 主使我快乐 我也使主快乐 然后当 当这个洗礼 我们今天比较特别 很多人是用点水礼 可是当这个洗礼 是敬礼的时候 就更能够表现出 那个受洗 有死 还有复活的意义 我们一起来看 罗马书第六章的 三到四节 在这里讲到说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 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教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整个洗礼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过去的我 过去的那一个 不认识上帝 也不相信上帝 那个拜偶像 那个以自我为中心 或者是虚伪 作假或者是不诚实的 那个我 已经死掉了 死掉的原因 是因为耶稣已经替我死了 当你相信 说你跟他一起死的时候 你就真的死了 当然在死的这一面 是消极的 还有积极的 就是说 我会跟耶稣一起复活 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当然 我们等一下 我们也许有的人 就是洗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有什么感觉 有的人从水里面出来 觉得哇 好冷 也许他们不会 就没有别的感觉 也没有别的变化 但是我们希望 受洗之后 圣灵能够工作 在你的身上工作 让你的生活 也开始经历到 神更多的恩典 你也活出来 越来越圣洁的生活 也越来越有那个良善的内心 将来有一天 你还要经历 和主耶稣一样的身体复活 所以真是我们求主怜悯 我们不要老我 一直死不透 复活重生的我 反而活不出来 好 受洗还有什么意义 受洗是说你 表示你加入教会 成为普世教会的一员 什么叫做普世教会 普世教会就是 耶稣基督 他用宝血买回来的 的教会 从古至今 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的这个总和 都在这个里面 都在这个教会里面 但是普世教会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神要我们加入一间 合适你自己的 本地的教会 然后在教会里面 你加入 教会有的时候 整个教会还是太大 你就加入一个小组 你在教会 在你的小组里面 你一起敬拜上帝 你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你们互相的关怀 带导 同心的来服侍神 在教会里面的信徒 圣经告诉我们 说是在一个 一个身体里面的 并且在身体里面 互相为肢体 当然我们刚开始 参加的时候 我们会有不习惯 你需要去适应别人 你也不要忘记 别人也要来适应你 所以我们双方都需要 有耐心 我们一起来看 格林多前书 十二章这边 是怎么讲的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来 一起来请 身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它 加上体面 不具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佩搭着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 给那有缺陷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伤 所以呢 你来教会久的话 你不美的 就像我一样 不美的 那你会变得更美 当然你本来美的话 你不会 你不需要变得更美 所以我们都是 大家都是 你来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都是美人了 在神的心意里面 受洗还有合一的意思 就是说你在受洗的时候 你那个旧有的 你那个独立的 你那个自私的老我 已经被洗掉了 然后呢 你原来在神所造的 你那个美好的自我 人就存在 受洗后的自我 是真实的 是美好的 是独立自主的 你不是说你 别人牵着你的鼻子走 你的自我就不存在了 你受洗之后 你的自我还是存在的 而且呢 跟所有的上帝的女儿 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脱掉 一切因为言语 阶级 政治 产生的冲突 然后我们大家 能够彼此的相知 相爱 我们同心 同工 在加拉太书 第三章 二十六节 二十七节 那边讲到说 所以你们 因信基督 耶稣都是 怎么样 神的儿子了 然后你们受洗 归入基督的 都是什么 披带基督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每一个 信主的人 我们都穿上了 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当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 不能够合一的呢 当然圣经里面 没有这个会员字 但是呢 加入本地的一个教会 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 表示说 你对于这个教会的信仰 做法 你是认同的 并且呢 你是愿意在这个教会 尾身 如果你加入了教会 成为会员 但是呢 你不奉献给这个教会 你也不固定地 参加教会的聚会 你也不参与 教会的服饰 那么 你成为这个会员 就没有意义了 当然我要在这里 我要谢谢 许多人 很忠心地 参与这个教会 你所做的 主都会纪念 所以 受洗 代表说 你是一个 蒙神所爱的人 代表说 你已经悔改了 你已经罪得赦免了 你已经蒙洁净了 然后你会得到 更多的能力 然后呢 你要做主的门徒 你是一个 从死里复活的人 还表示说 你已经加入了教会 并且是很热心的 在教会的一个分子 我们今天读到圣经 看到耶稣 他来到约旦河 来找施洗的约翰 请约翰替他施洗 那施洗的 约翰的洗礼 我们看到 圣经告诉我们说 是什么样的洗礼 是悔改的洗礼 但是耶稣 他并没有犯罪 并且他是罪人的医生 所以当耶稣 要受约翰的洗的时候 施洗约翰 他吓坏了 但是耶稣对他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礼当 因为我们礼当 这样敬诸安的义 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 所以耶稣受洗代表他 道成肉身 他与罪人认同 他活在罪人的当中 所以当人受洗 所以他自己也受洗 人受试探 他也受试探 甚至于他自己 把他挂在十字架上面 他成为一个 看起来最笨 最差 最肮脏的人 但是都是为了 爱全人类 为了救赎你 救赎我 为了要成为我们的榜样 为了要顺服上帝的旨意 即使他是遭遇痛苦 遭遇羞辱委屈 最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他都愿意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那边讲到说 你们蒙遭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接下去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 不还口 受害 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心生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得变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所以那位按公义审判的神 把无罪的耶稣 挂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受苦 耶稣他没有犯罪 他口里也没有诡诈 但是他听从天父的话 他代表所有的人类 也代表所有的人类 承认自己的罪 愿意悔改 顺服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敬诸般的意 耶稣的受洗 其实也象征 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他为我们的罪 他受死埋葬 而且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来看 天父如何肯定这件事情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边讲到说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然后从天上 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 有一大堆天兵 和天使赞美神 可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父还有圣灵 亲自出席 这个庆祝的活动 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 那么样的兴奋 那么样的看重 耶稣的受洗 天父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但是我们知道 神所喜爱的爱子 当他洗礼一碗 马太福音第四章 是什么呢 是讲到耶稣 被吹逼到旷野 去受试探 他去经历练进的功课 日后他还要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看到 人生真的是有苦之 但是也有命之 这一切都是好的 因为我们看到 在最大的气绝里面 神有最大的爱 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 受洗完以后 天上会有什么 特别的现象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是要说 在我们今天 各位要受洗之前 神的恩典 已经很丰富了 不过 假使天上 要有什么事情 发生的话 我希望不要是天开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室内 我们看不见天开了 假如我们要看见天开的话 所以这些天花板 屋顶都要开 两层的天花板 两层的屋顶都要开 然后天花板开了以后呢 看神机很过瘾 但是之后要花钱 修天花板 我们的同工Eric 他也会伤脑筋的 同样的 和耶稣基督一样的 人受洗以后 人要过生活 人要过着一个悔改 炼净 顺服主 以及教会的生活 在受洗以后的生活中 当我们被上帝的智慧折服 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 我们就继续地来信靠 来顺服主的时候 神就把最好的赐下 最好的 什么是最好的 神要赐下最好的就是 就是圣灵 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欢喜了 我们的灵就快乐了 我们就会刚强 我们就会勇敢 我们就能够对抗 罪恶 我们能够胜过 那个困境 我们能够与恶魔 征战 我们就不必再 动我们的血气 因为征战的兵器 不是属血气的 我们会和 《使徒行传》第八章 那个哀提阿伯的太监一样 欢欢喜喜地 走上我们人生的道路 我们会和那个狱卒 还有他全家人一样 因为信了耶稣怎么样 信了神都很喜乐 所以真的是 洗礼的恩典 非常非常的丰富 愿意神的怜悯 还有爱都充满我们 神说祂的恩典 是每一天都在那里更新的 所以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要依靠神 我们领受圣灵的大能 神就会加添 我们每一根的力量 所以我们能够行走 不困倦 奔跑 不疲乏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爱我们 主啊 很多时候 我们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当我们走在 自己的道路上的时候 当我们偏行几度的时候 主啊 祢就来爱我们 祢就来吸引我们 祢就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信祢 主我们谢谢祢 今天借着洗礼的寓意 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祢的爱 让我们有一个更多感恩的心 也有更多勇敢的心 靠着祢来奔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祢纪念我们当中 有特别需要的 不论是弟兄姐妹 不论是还在寻求祢的人 求祢帮助他们 求祢带领他们 这样子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谢谢主耶稣 因为祂的鞭伤 我们得到一致 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今天有如此的奉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